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人名字 王愿生 最早和社区中的大家有交流实际上是通过一本电子书 它的名字叫Operity 最佳实践 我是这本书的主要的作者 认识我的很多人都知道我在19年的4月份创办了API-6 并且同时呢也创办了直流科技 那么目前API-6呢也决签给了Apaq 并且顺利从Apaq毕业成为定题项目 目前呢我是这个项目的一个PMC 由于在社区中做的事情比较多 并且经常呢帮助社区中很多人去回答一些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啊社区中给了我特别多的一些外号 最早的这些外号还都比较的正常 跟我的名字有关系 比如说我叫院长的 还有叫院士的 当我回复的问题越来越多 那么很多时候这个用户的问题还没有说完 我就大概率能猜到这个用户要问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开始在赌这个用户的问题是啥 所以他们又给我一个称叫赌王 因为我是在盲猜的情况下 大概猜这个问题在哪 而我猜的情况好像还不错 后来呢他们又给我封一个外号叫董王 因为我经常会赌对 然后貌似对用户的信息 尤其还社区中的这些用户比较了解他们 最后这个外号呢 实际上是来自于公司内部 一次很意外的一个技术分享的主题 他们提到就是因为我比较老 我是80年的到现在呢周岁已经41 所以呢又被我灌输了一个叫知心大叔 这次分享呢就由知心大叔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API6的一些故事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还是对我的公司做个简单的介绍 19年4月份啊 API6第一行代码开始写 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深圳直流科技 这是一家有理想的开业商业公司 目前呢经历的投资方分别有深刻真诚顺为和经纬 我私呢是基于API6要提供原厂的支持和商业产品 由于我们是做这个开源创业 所以呢我们和这些开业基金会啊 有非常多的交集 尤其呢是和阿爸企业基金会 大家知道API6是阿爸企业的一个顶级项目 介绍完我和我私呢 我们开始正是八经了 来聊一些这次分享主题的内容 关于虽然我们直接可以说我们的社区发展或者 API6反正怎么样 那么在之初我们需要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需要API6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把API6 以阿爸企的方式来进行成长 我们先来看一个为什么需要API6 或者说叫为什么需要一个prosy 来看这个基本问题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prosy 是什么情况 这张图就很直白的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客户端需要知道上游的所有的信息 它的地址 当我们的上游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客户端都要想办法去感知 那么这样呢 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相互的绑定关系啊 就非常的 怎么样 非常的固定 我们很难去做弹性的扩缩容 比如说我们的上游增加一个 怎么办 尼克兰的必须要感知 如果感知呢 它并很难会有一种动态的方式 除此之外啊 这种直连的方式问题还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们的安全问题 如果客户端跟上游之间 没有任何的这种中间的安全的错例控制 那么它相对是说 这安全的问题都要分别有单独的上游 或者单独的钓用方客户端来完成 那么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张图里面 都不太好解决 所以呢 就以为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中间加了一层gateway网关 那么当有了这个代理的中间的 这个代理层之后啊 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对于客户端来讲 他只知道这个代理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而上游部分他已经不知道了 包括上游部分 他具体的地址 他的健康状况 他的安全控制策略等等等等 这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好 我们再来详细的来看一下 当我们有了这个网关之后啊 这中间的这一层 到底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那么除了比较常见的 第一个我们提到了 可以解决安全问题 对吧 这个特别好理解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缓存加速 比如说一些重复的请求 我们就没必要一定要打到上游 我们可以直接在gateway这个位置 做缓存 并且应答 那么提高我们接口的一些处理能力 并且降低对后端的一些服务的压力 除此之外啊 直连的方式 我们也不太容易做一些可观的信啊 灰斗发布 协议转换等等等等 这些更高级的功能 但是这些所有的高级的功能 我们都可以在中间的这一层 把它都给他 很天然的给他添加进去 对 好了 当我们基本了解了以后 这个基本的逻辑啊 实际上这个逻辑在当下吧 或者说是目前的情况 可选的组件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这张图里边呢 只是把我们当下相对来说 比较流行的一些代理软件 给列了出来 大家能看到我们这里边 我估计这里边有一多半的一些组件 大家都是熟悉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的代理呢 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 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对吧 好 其实要回答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代理组件 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我们后端技术的不停的引进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IT的技术 在不停的引进 那么右边的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架构引进的图 我们能够看到啊 我们从单体的时候经历了互联网 所以我们变成了有特别多的把单体服务拆成了更多的服务 而随着我们的像Docker啊 这样的平台或这样的软件技术出现以后 容器化技术出现 让我们以更多的是微服务的方式来管理 那么我们的服务出来变得越来越多 当我们服务出来越来越多 需要做统一管理插件的容器的一些编排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需要用一些像Cubernetes这样的形式来做统一管理 而加万非常强大 又出现了这个Spring Cloud的这个体系 你会发现随着我们架构的不停的演变啊 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每当我们的架构做一次调整升级或者演变 我们所配套了这些代理层的服务 它就在不停的在同家 而比如说我们有最简单好理解的例子 从单体经理互联网到服务 那你就会发现我们最早的就出现了谁呢 阿帕奇 后边又有谁 NGX和HPROC 因为后边两者都是以事件驱动的方式 他们的资源耐大小和更低 处理能力更强 随着我们的这个进入架构在不停的演进 我们能够看到在PROCET代理这个位置啊 就能够逐渐有新的NGX 包括Traffic 甚至我们现在一些相对比较流行的 比如说Envoy 以及Spring Cloud的体系里面 比较常见的这个Gitway 是 那么能够看到 随着我们架构在不停的演进 我们的代理层的这个解决的题目方 它也在不停的变化 不停的变化 也正是因为我们架构的这个需求 导致我们代理方的组件不停在演进 那么最终的导致结果就刚刚我们看到的 有那么多的选行不在里面出现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种有这么多的PROCET 我们带来的坏处是什么 原本的PROCET的目的存在 是说它是想帮助这些应用 能够让应用只关心应用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结果 这件事只变成了一个口号 它并没办法真正的落地 因为PROCET本身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 历史包袱的问题 刚刚我们看到了 随着我们的从单体等等这种逐步的进行迁移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 它都是在背着它的历史包袱在往前走 我们很难把历史包袱直接给写掉 为什么 因为它有些旧的业务或者情况 我们需要去做持久 因为它毕竟已经被证明过更加的稳定 我们换个三个不同的角度 对于开发者来讲 我们作为尤其是对于当下的开发者来讲 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如果你想要做这个PROCET的位置 就会发现 你要学的技术站特别特别多 而每学一个固定的技术站 它只能解决特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大的公司里面 看到很多有点类似于螺丝钉的位置 对这个就没有办法 因为什么 不同的技术解决不同的问题 这句话好像我们在架构师里面经常会听到 架构师经常会选择说 用合适的技术来解决公司的业务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最合适 恰恰害了公司 因为在不同的架构体议下 最合适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运维体系也是一样的 我们运维同学 他就要面对不同的产品 刚刚还是一样 由于产品人不同 他的监控的方式 学习的技术手段 处理的方式等等这种都不相同 每一样都需要重新的学习 比如说有一些是加法的方式管理 有一些是C的程序管理 他们环境都不一样 最后就对于公司来讲 他每次的架构调整 都是对于历史的一个否定 我们经常在家公司里面 能听到一些话述 就是说 哎呀老板 我们这次要进行架构升级 为什么呢 旧的那个架构不合适 我们现在这架构 可以满楼命来 三到五年的一个需求 甚至要更久 它是当下的趋势 老板就很纳闷了 一两年以前 你跟我也是这么说的 你告诉我当时这个选行是OK的 为什么到了一两年以后 你告诉价格还要调整 对吧 这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呢 公司每次要调整 都要对历史经济否定 在不停的进行更新 最后结果呢 就是老板看来 为什么架构总是调整 他就怎么样 他不愿意调整 调整了最后会带来故障 会有问题 对吧 你每次调整都会用新的东西 那么对于架构师来讲 我要做更好的设计 挽作公司未来的需求 那这个新加工需要 它就必须要引入 就会发现 架构车实际上 老板真是冲突的 一个想往前跑 一个不想往前跑 程序员呢 很简单 程序员实际上思维逻辑就是 反正有新东西学是吧 学会了新东西 我长本事 有本事 我还找不到工作吗 我还找我自己能力不提升吗 程序员是一帮非常单纯的一帮技术青年 他的核心目标追求什么 就是学习 有成长 有输出 好了 最后酷逼的就是运维动学 因为对运维动学来讲 他没有话语权 他只能被动的接受 随着你们在前期的选情的时候 可能会去听一些运维的同学的一些的意见 但实际上大的方向决定不是由运维来决定的 很多时候 运维更多的是遵守前面提到的各种的需求 然后如何做安稳的落地 所以这个时候运维是没有话语权 那么从这条项整体看来 其实都只有程序员好像还比较幸福 上下的其实都是在妥协中往前走 好了我们刚刚提到都是一堆的问题 一堆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在时至当下 我们如果说是把所有的历史包袱全放下 我们先咱且先把它放下 我们先往最美好的去想象 理想的process应当是什么样 刚刚我们提到的 是否可以用直观性应用 应用之外的一些逻辑 所有的安全 所有的可观的性 等等审计等等这样的各种的需求 我们是否可以让应用不再关心了 对 加索的部分 到底能不能抛弃 如果可以的话 抛弃有多么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加索可以抛弃 实际上开发最期望的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是一个多面手 我能解决公司不只是当下的问题 我还可以解决公司旧的一些问题 甚至我可以帮公司来解决未来的问题 这样的话开发才是开心的 因为开发永远都不期望 包括我自己就是开发 我永远都不期望我这辈子能只做一件事情 我期望我自己可以做多面手 这个对于开发来说信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对于运维来讲 实际上更是期望能有一套主的产品线 我所有的发展都基于这个主的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单一产品的这个运维啊 它的这个复杂度和知识服务运 和公司所有的这个成本 是不然而是非常非常有优势 那么到了最后呢 实际上就是对于公司来讲 如果我能一个新的一个理想 有Pro的全新 不仅可以满足当下 还能为未来做非常好的一个铺垫 那就更是乐得开花了 因为公司的老板终于不用再头疼 就是说哎呀 这个架构什么的 不停的要更新的 我终于可以不更新了 或者说我只只要小分别更新就可以了 我当下的组织架构 已经为未来做了预留 前面聊的都是一些大方向 实际上对于一个技术的中间件的 一个基础中间件的一个选型来讲 我们还是有很多 好 何苦甚 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 比较细节的一些点 站在技术角度我们需要去考虑 比如说纯的技术指标 我们选型的这个产品 它一定要性能表现不错 无论是它的稳定性表现 然后成熟度表现 还是说它的这个性能表现等等这种 在里面列了很多 对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都应该是一个理想的一个proset 它应该所具备的需要考虑的点 那么这一点肯定只都是越好 回应该说是 这一条越来越成熟 越贴近更好 并且呢 右下角有一条 就是说我们期望当前的这个选型 能够给未来 为公司能留有很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所以说啊 就是说 古人云 愈何寻掌不可见得 换句话说 刚刚就提到架构师的那个方法论 就是我们永远不选择最好的 我们只选择那个最合适我们的 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在妥协 我们要了A不能要B 要了B不能要A 对 那么这个呢都是 我们在长期以来一直在被 什么样的给 叫折磨 折磨吧 作为成年人实际上 我们都是期望 好的东西我们全要拿上 我们不想承担有任何的损失 对 这是成年人的逻辑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这些所有问题 到底是否可以完整的来满足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说我们最理想的一个样子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既要解决历史保护 又要满足未来 那么这张图呢 就给大家诠释了 一个prosy 它不仅仅要满足当下 比如说它只满足 Kruminatus这样的一个prosy代理 只满足这一个是不够的 这个prosy它还应该有能力 能够完成最古老的LB 就是那个service那个位置 或者完成一些网关的位置 就是微服务里面的一片网关 甚至呢也可以满足 我们将来的一些服务网格 或者可以把S 甚至包括Spring Cloud的这样的体系 这个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只有你这个体系 可以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都贯穿的时候 那这个体系 它再真的是说是 既能够兼顾我们的什么 历史包袱 还能对未来做一铺垫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所以说理想的prosy啊 不能把历史这些丢弃掉 而是要兼顾一些历史 但同时呢 又能对未来做展望 这非常重要 好 我们接着再来说 再来说一些更大的一些点 就是作为一个基础中间界啊 我们的prosy给那是个基础中间界 有一些基本逻辑 还是要听一听的 我们随着这两年开源的浪潮越来越热啊 实际上有一句话呢 是改括的非常非常好的 这里给大家来传达一下 就是开源呢 替代臂源 软件就在替代硬件 那么所以说 尤其是以服务网格为代表 它的这个编车的形态 实际上硬件已经完全没有机会 所以从未来来讲 所有的这个体系 都应该是纯软件的形态 那么纯软件的方式 而比较好的来说 更过的还是以开源的方式 因为它是一个中间件吧 据不完全统计啊 现在全世界主要的基础部分的中间件 几乎清一色 全都是开源的 因为大家对于币源的 这个中间线的选择 基本上已经会越来越少 毕竟你一旦选到了币源 就意味着你被这家 或者被某一家商业公司 给绑定了嘛 对吧 或者叫锁定 这个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是愿意去承担这个结果 我们更愿意以自由的方式去成长 那么这也是中国这边 我们现在作为应用这块 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而作为一个开源人件来讲 实际上要发展的好 那么下面这句话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句话呢 也是阿帕奇 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号 社区众医代码 实际上来说 开源开放 不一定可以直接化等号 但是开源开放了以后 无论我们尊重社区 那真的就是开放了 而只有社区发展起来了 或者说社区热闹起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项目才能够逐步的成功 然后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社区众医代码的一个逻辑 实际上来说 如何 就是在谈社区之前 我们先聊聊代码 因为很多人认为 开源就只是把代码给开出来 实际上那个是 那个算是一个伪开源 就是你可以拿到代码 但是如果这个代码拿到了以后 没有人告诉你 这个代码里面应该怎么用 问题怎么排查 如何迭代等等这样 如果它没有一个社区的 一个共同的交流的 一个渠道的话 或者去不停的迭代升级 那么这个代码 其实它单纯的开放出来 是没有意义的 对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 那么所以说呢 作为一个优秀的一个项目 它必须要在社区上 花很大的精力 我们经常说的 挂嘴巴就是社区温暖 实际上就是 你真的是要爱你的用户 对 你要尊重他们 并且爱他们 形成一个像家一样的感觉 对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说嘛 如果这些用户有问题 我们要及时响应 利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开发者 放一起 然后来做 用扭逼的一些事情 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 除此之外呢 实际上很多参与开源的一些项目的这个同学啊 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理想化的一些情节在里面 比如说我为什么参与开源 纯粹就是因为它是开源的吗 不是 其实有的时候是有趣 好玩 或者说想增加一些个人的一些知名度 或者说想为这个世界做贡献 对 这里面肯定是有些个人 或者是更大一点的一些理想的因素在里面 在阿帕奇里面呢 实际上对一个项目的一个 进程途径来说 首先是committer 然后其次是PMC 当你成为PMC以后 其实并不是代表你有多大的权 那说我可以对这个项目 可作可动的那种 我做得像指挥棒一样的 其实并不是 更多的是一个责任 包括现在 我在宣传的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我再告诉大家 在阿帕奇的社区里面 是社区是中一代码的 我要去跟大家去做这样的科普 那这个就是作为PMC 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作 除了代码之外 实际上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 线上线下的活动做推广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单纯的代码只放 如果只是放在那里 实际上是冷冰冰的 是不会有任何的 它不会自然很快的增长 很多我们的代码想要增长 实际上是需要个人来推动的 那么你如何让更多的人 不论是新人还是陌生人 他们能够知道这个项目 并且对项目感兴趣 并且可以参与 甚至有可能对方都没有能力参与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辅导他 那么这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就变得就非常有意义 我们可以更快速的能够 接触到这些潜在的使用者 用户群体 然后并帮助他们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来 对 好 前面说的都是一些备种逻辑 然后这次呢 开始正式的跟大家 算是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汇报 就是Apaq EPS6的高速成长日记 实际上也是依托了这个社区的文化的方式 让我们EPS6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第一张图呢 实际上就是这张图是一个叫开发者 或者叫贡献者增长曲线图 它是根据横坐标式时间 而纵坐标呢 就是我们的开发者人数 这里边能够看得到啊 随着时间的这个不停往后的推演 我们的开发者增长的曲线是斜率 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比其他竞争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实际上Apaq EPS6从开源的第一天到现在 大家能够看到从开源第一天的增长曲线 到现在几乎是一致的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其他的开源项目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不能够做到快速增长 甚至包括增了一个点上以后 就增长开始就放缓了 那么这里边就和我们对社区的尊重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Apaq EPS6里面做了大量的实践 包括呢在Apaq EPS6这个项目开源之前啊 实际上我和创始人文明 我们就在OpenMT这个社区里面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积累了很多的一些 人群吧 或者一个社区的群体 那么这些固有的一些群体 会对我们的新的项目 直接会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从零起步的一个状态 所以让我们的Apaq EPS6 从一开一天到现在 一直是一个以高速的方式在进行成长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内部做了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坚持的 就是每月发版 要做高速迭代 一旦有问题快速就负 这个也很重要 对于外界来讲 它的认知就是你一直是在做高速的迭代 社区很活跃 社区的来源呢 除了这个Apaq官方的这个email的方式之外 那么肯定我们也支持就是Github呀 或者官方网站呀 QQ微信slack等等 不同的方式来沟通的渠道 来满足我们国内啊 国外或者不同的群体 他们的沟通的方式 需要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高速成长 实际上最终的效果 也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以9月的时间 就从Apaq毕业成为顶级项目 这到目前来说 是中国最快速毕业的Apaq顶级项目 我们目前来讲 在全球的回忆度 API网关这个分类里面是最高的 全球回忆度最高的API网关 那么当然自身的一个属性 这个应该是开源之初就具备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技术指标 就是性能这部分 也是最好的一个网关 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点 这里面就不一一展开了 好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最后 API6可以去分别做的这些点 右边是标红那些点 包括有这个LB K2A K8S等等这种 目前来讲呢 API6这个项目 基本上都能够对他们做一些比较良好的一些支撑 当我们API6真的做成这件事之后呢 就刚刚提到了 就是站在开发角度 公司角度 还有公司这个运维角度 等等这种都会有非常大的手艺 比如说开发等等这种 我们的技术战统一了 你终于可以做LB的同时 还可以做服务网格 一上一下进行打通 那么你就不再是一个单面手 而你再变成是一个什么多面手 那么这一张呢 就是刚刚想要多说的一点 就是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特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到API6的官方网站上了解更多 这是我目前的一些用户的一些列表 实际上呢 真实用户可能比这个还要多 在不停的增长 他们呢 都是通过我们Github上主动商报上来的 一些目前的一些开源用户 那么典型的呢 可以稍微的挑那么一两个 比如说中国的有新浪微博 还有我们耐学的茶 所以大家在平常稍微博 或者喝一些奶茶 背后都会跑一下API6 甚至包括我们去订一些飞机票 最后背后也会去有中国航信 就是API6来运行 在国外里边 我们很多这个男孩子比较喜欢 那个叫航空探索 有NASA 对 也在用API6 这张图呢 实际上也比较好的说明就是 有了API6之后 我们的Proceed这个位置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从左侧杂乱无章 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线影 都变成了右侧 变成统一定选行 对 帮你解决很多 不仅仅是历史 还有未来的一些问题 然后回到个人的事情 就是知心大叔想跟大家聊一聊 梦想 理想 那么这个理想的也是放到我们的企业里边 我特别期望我的代码可以被每个人都用到 也特别期望它对社会 对世界有价值 并且长寿 我希望这个信息呢 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人 我也期望这是作为公司 重要的一个使命才开始在做 所以说概括下来 API 6实际上要做的就是一个全流量的代理 好嘞 左侧呢 是我们API 6的一个QQ群 感谢女同学可以直接去扫描这个耳码来加群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 也可以欢迎给我发邮件 那么右下角是我公司的邮箱 好嘞行 感谢大家 有问题 我们随时交流 拜拜 感谢大家